张老师好 大家好 张老师一开始先把你个人的本身中医背景介绍一下好吗 我本身是目前是大陆的职业中医师 我在1989年到大陆去学习中医 在之前有参加台湾的中医师特考 然后一直都没有考取 因为我们本身对中医也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在2006年公务人员退休以后 我就到大陆考取大陆的职业中医师 然后就留在大陆来职业 在中间2007年在大陆的北京中医大学修硕士 2010年硕士毕业 然后紧接着到大陆的广东中医药学院去读博士 在2013年去得博士学位这样 一边看病一边进修我这个学历 我看老师的资历大部分都待在大陆学习 那过去有特别的考量吗 是因为这个很多这个大陆的中医要点 都是从那边过来的吗 这是一种想法 其实最主要前面我讲 我们台湾以前不是有中医师特考 我一直参加 然后就是因为之前也有公务人员的身份 然后每白天要工作 就比较没有时间 可能自己不够努力吧 一直就没有考取台湾的中医师 可是台湾的中医师在2000年 就是我们的中华民国100年就取消了中医特考 我们修习中医的管道就没有了 刚好大陆他有承认我们这边去学习的学历 我们就在大陆修习这些中医的学士 然后顺便就考取大陆的中医师 这样可以一边学习一边来从业 当我们的中医师这样 所以后来就是一直在大陆发展就对 对 好那我们这本书是张布陶 他是你哥哥对不对 是的 他是我三哥 你要不要先把他介绍一下 我三哥他在台湾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中医师 在台湾从事中医的工作 就是利用他那个学习医生 他都非常前奋好学 尤其是对这个伤寒论研究的非常透彻 用伤寒论 伤寒论里面的方 经过他的临床运用 都是取得非常的好的疗效 尤其是在他自肿瘤方面 也是一直所谓的人流共存 来当做他治病的一种思想 因为说像肿瘤 它也是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身体里面另外的一种产物 他总认为说 看杀死肿瘤就是杀自己 所以他非常反对 用杀病毒的方式来处理肿瘤 在这一个概念的支持之下 再去分析肿瘤的病因病基 然后运用一些我们伤寒论里面 有所谓的汗吐下颌温清消补等等方法 来对抗肿瘤 往往都取得非常好的疗效 所以这个西方主流的医学 都是用切除为主 或者是化疗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以这种方法 就是说放疗化疗或是手术 来当做治疗的手段 可是说像我们在临床上 我们总感觉到说 一样是同样是治病 用那些霸道的手段 就是说前面讲的放疗化疗手术 这样治疗 它其实对人的生活质量 生活品质并没有说会提高 相对的我们用一些比较温和的手段 像我们讲的用中医的手段 来治疗肿瘤 它就比较柔和一点 相对的它对生活的生存期 也不是说会输CE 输到多少这样 所以说我们就很努力的 在朝这个方面来下功夫 尤其是张布陶老先生 一辈子它几乎没有用过一些比较强烈的药来杀肿瘤 我们就是用一些 比如讲用一些活血化医的药 用一些提升免疫力的药物或方法 这样来治疗肿瘤 我们感觉到说效果是非常好的 张布陶老师他的整个理论基础 就是从伤寒杂病论开始 伤寒杂病论 然后再加上一些比较有名的经典方 比如讲太平核聚集方里面 它有这些飘摇散 还有一些比较温和的药 再配合一些比较温和的中药 这样来治疗效果都蛮不错 中医推广这个肿瘤治疗这么多年 在主流的生意上一直比不上西医 是不是因为很多人对中医也不是这样的一个信任 其实我们一直要替中医喊区 现在人大部分的发现肿瘤 第一个他就是先到经过西医的治疗 可是说也难怪 现在的那个诊查手段干嘛 发现大部分都是从西医的检查 去发现出来的 发现出来以后 直接就接受先接受西医再治疗了 我们中医接到这些肿瘤病人 大部分4分之3以上 甚至说5分之4以上 都是所谓的癌症末期 或是癌症末期这样 所以说治疗的那个效果 往往就会给人感觉到说 好像比较差了一点 所以通常都是西医不好之后 最后只好找中医求助 那中医即使再厉害也是到末期 就很难挽回 对大部分都这样 如果说一开始 如果说尤其是我们对于那些 刚开始发现的肿瘤 我们用中医的方法 往往也是可以很大一部分的 来提高这个病人的生存期 甚至说提高病人的生活品质 这样 这些效果都很不错 甚至说一些癌症后期 癌症术后的话 包括放疗化疗手术以后 用中医的培养症气的方法 调理 尤其是病后的调理 效果也是蛮不错 好 那其实这本书的后面 几乎把很多癌症的癌别 都很清楚的说出来 这个也是张医师多年整个经验的大权 对包括癌症的形成原因 然后预防的方法 这本书里面几乎都好像不会说有所保留的 这样来提供给大家来看 我看这本书感觉很像健康大权 其实它跟我们的生活作息 饮食都息息相关了 这本书前面一两篇 用现代的医学的方法 介绍肿瘤这些比较深一点 到了第三篇了以后 有它的肿瘤医化这些 都是很浅显很白化 大家都不妨都去翻译一下 对肿瘤的知识 遇到肿瘤就不会这么恐惧 就这么害怕 后面还有针对一些特定的肿瘤 还提供一些健康的餐饮 是可以改善的 是的 那些餐饮药物都会有一些 我花了很多时间 把它所有的文献都整理在 有关肿瘤的整理在这一本书里面 我希望说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 而且里面还有提到一个观念 是有时候生病是自己想出来的 你越想会害怕 你就越严重这样子吗 这个是事实的 我们在临床上很多 比如讲他平常很多都是因为健康检查 检查出来说有癌症的 他本来不知道就没有事 我们发现有很多人今天发现癌症 搞不好明后天甚至一两个月他就死掉了 这个真的是就是想出来的 甚至说有一些是被吓死的 所以本来中医的理论基础是可以共存的吗 不一定要积极的切除或是用一些太强烈的手段去对付它 对对对 比如说癌症初期的话 如果是一些小肿瘤 我们不是说非常反对说去做这些手术 可是说往往 比如说我们刚讲的 发现癌症大部分都是属于中晚期这样 真的被发现出来的 大部分都是中晚期这些才发现出来 所以说我们平常一些饮食习惯 生活习惯好好注意的话 自然而然这些癌症 比较不容易发生这样 即使发生的话也不会这么强烈 所以这本书的出版其实意义非常重大 可以改进我们很多对肿瘤的一个观念的一个偏差 以及对我们生活作息不健康的不重视对不对 对对对 好像后面病例医案 只是说做一个比较普遍的一种介绍 最主要就是要告诉大家 碰到癌症不要紧张不要害怕 对不对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它也是人体的一部分 对没有错 张老师你要不要讲一下你个人的作息 以及你在餐饮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其实我个人认为说快乐顺其自然 尤其是现在人的饮食习惯 比较不好的一点就是说大鱼大肉 然后外面的烧烤煎炸 是经常会去吃它这些 这些就比较不好 我个人的话我是感觉到说 什么都可以吃 可是说要适可而止 比如讲我们今天吃烧烤 我们少吃 吃个一两口 吃个几口就好了 像冰冷饮的话 能够不碰我们尽量不碰 对不对 可是大热天如果说这么热的天 你叫它说绝对不要喝冰水 你也太霸道了 对不对 可是说我们冰水的话 我们一口一口的喝 少喝一点 然后大鱼大肉 碰到去温商喜庆宴会 交际应酬 难免会有很丰盛的餐 我们尽量少吃一点 然后尽量青菜多吃一点 这样就对这些肿瘤的形成 自然也就会减少一点 就再好吃的东西都要斟酌 适量就对了 对对对对 要适可而止 里面有提到我们常常 现代人不好的生活习惯 就是运动过后会 直接灌凉水或冰水 这个好像对身体伤害非常大 张老师要不要讲一下 为什么灌凉水 对身体的危害这么大 我们身体人 偶尔吃个 也吃一点冰的是不会过 可是说你长期冰水 这样对身体的冰饮料冰水 或者是说在冷气房 太冷的地方 使我们的血液减缓 减缓它流动的速度 甚至说会让你的血液不流通 包括现代西医 他们也承认这个想法 一直灌冰饮料 真的是对身体不会有好发展 老师推荐这本书 是不是适合每个人看 有些人看到肿瘤 又看到中医的理论 就会觉得一定很难阅读 还好这本书 我就说在从第三部分以后 几乎都是张布陶老先生 平常也比较口语化的那种论述 所以说大部分人都可以看得懂 乐意说让大家来分享这本书 所以这本书可以当作 生活健康书来看对不对 并不是说一定有肿瘤才要赶快来看 当作一般的健康杂志看健康书籍 我是认为说蛮不错的 而且这本书是典藏纪念版 所以他收集的这个资料 非常的丰富 对不对 完整 我会写这本书就是因为 以前我一直跟着张布陶老先生 我就是我哥哥 跟着他边边 协助他做导诊 协助他问诊 协助他开放用药 在这中间他出了有20几本书 几乎每一本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 讲到肿瘤 肿瘤癌症的那些文献 或者是他发表的一些文章 最初的时候会有这个动机 是我在201年年在广州中医医药大学 我博士的时候 就是用这些 他的这些自肿瘤的文献 做我的博士论文 当我博士论文做完了以后 我发觉说还是很值得再提供 博士论文只是给我做学术的一种研究而已 我是很希望说把这些再重新再整理 给大家一起来分享 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动机跟用意 好 谢谢张苏璐老师 我们介绍张布陶肿瘤药方 然后出色文化出版 好 谢谢老师